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头一看 身后的两个小不点却消失不见了 抱妈妈一脸猛逼站在原地 心想眨眼的功夫孩子怎么没有了呢 找了好一会 才发现两只小家伙躲在路边的草丛 原来小花抱从来没有见过马路上的汽车 误以为是怪兽 吓得又跑了回去 花抱妈妈此刻内心是崩溃的 作为顶级烈食者的后代 这俩或是在太丢爆脸了 但为了不引起交通堵塞 抱妈妈只能急匆匆跑到孩子身边 经过一番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劝说 抱宝宝终于同意跟妈妈重新上路 这次他们屁颠屁颠跟在妈妈身后 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又掉对了一样 两只小花抱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 可爱的模样让人忍不住想抱抱他们 就在抱妈妈以为这次能顺利穿过马路时 走在最后面的抱老二却突然停了下来 或许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大汽车 小家伙被吓得哇哇大哭 趴在地上准备再次逃回去 抱妈妈见状只能无奈折返回来 叼着小花抱的脑袋示意她往这边走 这时哥哥也跑了回来安慰弟弟 或许是看到妈妈有点生气了 小花抱这才跟着哥哥的步伐追上妈妈 看来无论人还是动物 带娃都是一件容易崩溃的事情啊 这是监控记录下让人忍俊不禁的一幕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小刺猬勿将大黑熊的菊花荡成回家的洞口 一言不发就头顶尖赐来了个千年杀 结果差点让自己当场领了盒饭 接下来我带你们看整个事件的始末 画面中一头黑熊正躺在树下做着美梦 没一会的功夫 一只小刺猬从远处鬼鬼祟祟走了过去 小家伙像以往一样凭借嗅觉寻找回家的路 可当他绕过树桩 却发现路被一座大山堵死 已经两天没合眼的小刺猬此时困得不行 也顾不上思考这座大山为什么还有温度 连咬带爬响翻越过去好尽快回家休息 不料因动作太大将睡梦中的黑熊惊喜 一个翻身就差点让他丢了小命 没想到倔强的小刺猬不仅没有被吓跑 反而手脚并用 使劲想要推走这座大山 大黑熊被他的小动作弄得起痒无比 条件反射起身想要查看什么情况 但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熊瞎子 其实小刺猬就在他眼前晃悠 大黑熊愣是一点没有注意到 巨大的动静让小刺猬误以为发地震了 迈着四条小短腿快速逃离了案发现场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黑熊呆坐在原地 困意十足地他很快再次进入了梦乡 就在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时 小刺猬居然壮着胆子再次折返回来 因为通过嗅觉断定自己的家就在这里 于是小心翼翼走上前仔细地探索起来 果然发现大黑熊菊花散发的气味 跟自己洞穴的味道简直一模一样 这让小刺猬感到无比的兴奋 迫不及待想回家睡个回笼觉 不断的小动作再次将大黑熊惊醒 不过他还是没能发现近在咫尺的小刺猬 只觉得这黑乎乎的一坨 可能是自己拉得响 于是没心没肺地倒头再次进入睡梦之中 小刺猬见状再次折返回来 想要钻回洞里 或许是认为洞口被泥土掩盖得太严实 所以这次他决定使出全力破土进洞 只见小刺猬奋力一跳 正中把心 显然这季千年杀对黑熊伤害不清 疼得他呲牙咧嘴 连忙坐了起来 小刺猬被肥瘦的屁股压在地上疯狂摩擦 而皮糙肉厚的黑熊对此却没有丝毫察觉 疼痛消散之后再次躺下呼呼大睡 而此时的小刺猬看上去生死未卜 一动不动卡在大黑熊的屁股沟里 大概过了几分钟 黑熊感觉屁股上连着东西 误以为是自己的痔疮犯了 于是连忙起身查看 这才发现身下有一坨不明物体 由于黑熊的后座力实在是太大 小刺猬已经被无情压成一堆肉饼 接连的骚扰让黑熊已经毫无睡意 看着被他压扁的小刺猬 大黑熊显得有些自责 自己只是想好好睡个觉 并没有想要伤害他的意思 而小刺猬也只是想回家睡觉 也并非有意贪图黑熊的菊花 只能说这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突然躺在地上的小刺猬惊醒了过来 这可把睡意朦胧的黑熊给震惊坏了 没想到这把长大的小玩意 竟能硬生生扛下自己的泰山压顶 不过小刺猬有了刚刚的精力 也不敢再继续做死了 迈着亮亮呛呛的步伐 灰溜溜离开了 这只长颈鹿前去向他的主人道别 他的举动让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世界上有些人认为动物没有情感 或者他们不能像人类一样感受情感 这个故事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 因为当这只长颈鹿前去向他的主人道别时 他所做的一切让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在2014年 马里奥 伊斯是一位54岁的男子 他在荷兰路园动物园工作了25年 他们对他都非常友好和善良 马里奥的生活并不容易 因为他出生时患有智力障碍 这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到与其他孩子有些不同 在学校里 这也意味着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理解和掌握其他孩子 能够迅速学会的概念和课程 但马里奥没有让这阻止他 他努力学习 并在完成教育后取得了成功 他知道他需要找到一份工作 这样他才能挣点钱来养活自己 唯一的问题是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等待乏味工作的想法 而且因为他的残疾 许多公司决定雇佣其他人 因为他们认为马里奥由于残疾 无法像他们一样努力工作 但这个人决心证明他们是错的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 即使有残疾 他也不比其他人差 当他们似乎决定站在他这一边 因为他们缺少一个人时 马里奥正在一家当地动物园里散步 他注意到他们正在招聘一些人来在动物园内工作 他对与外国动物互动的想法感到好奇和兴奋 马里奥决定询问工作是什么 他需要做什么 招聘经理告诉他 他将有效地帮助清洁各种围场 并在公园周围做一些杂活 这听起来是一份完美的工作 他兴奋地申请 并希望他们能给他一个机会 幸运的是 招聘经理喜欢与马里奥交谈 看到这个年轻人对工作的热情 考虑到这一点 他决定雇佣马里奥 因为他认为他将完美地融入其他动物园工作人员和动物部门 当马里奥得知他被雇佣时 他兴高采烈 迫不及待地期待在接下来的25年里开始工作 马里奥非常努力地工作 结交了许多朋友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他甚至无法想象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地方 他最喜欢的工作部分是当他看到动物并与他最喜欢的动物长颈鹿互动时 即使他不需要清洁长颈鹿的围栏 当他在他们的围场工作时 他总是非常开心 马里奥喜欢沿着栅栏走 这样他就可以向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动物打招呼 此外 当马里奥50多岁时 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之后发现了这一情况 医生尽力帮助他克服并康复 然而在进行另一次X光检查以了解马里奥的情况后 医生得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伤结论 癌症已经扩散的太多 处于晚期 医生无能为力 无法拯救马里奥 相反 重点转向确保马里奥在他54岁的最后日子里 尽可能快乐和舒适 他在医院床上度过时间 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 救护车心愿基金会被召唤出来介入 并实现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动物朋友和同事 救护车心愿基金会由护士基斯 费尔德伯尔于2007年创立 当他将一位晚期患者转移到医院时 问他是否有什么愿望在为时一晚之前想要做的事情 一位名叫斯特法努托的前水手表达了他想要最后一次航行的愿望 但由于他不能移动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 基斯决心帮助这个人实现他最后的愿望 并设法将一张医院床放到一艘船上 斯特法努托登上了船 在航行了一段时间后 救护车心愿基金会在他们的网站上成立 以帮助无法活动和晚期患者实现他们最后的愿望 他们说仍然有太多患者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无法实现某些愿望 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我们的基金会开始帮助那些依赖救护车运输的人 因为患者不再行动自如 其他现有设施也无法满足需求 正是由于这项服务 马里奥有机会向动物园的朋友和同事们道别 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 让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马里奥多年来一直在动物园与动物一起工作 并对他所喜爱的长颈鹿培养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长颈鹿们好奇而友善的本性 使他们在那一天尽可能多地陪伴着他 马里奥躺在一张医院床上 被推进长颈鹿围栏 好让他能和他们告别 然而 在进入围栏的几分钟内 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所有的长颈鹿都走到了马里奥的床边 开始用他们的鼻子擦拭和舔势他 仿佛他们能感觉到他身体不适 他们想要向他展示自己有多关心他 并且会想念他 来自新院基金会的救护车志愿者解释说 马里奥的活动能力受限 他很难说话 但他的脸上表达了一切 这些动物认出了他 感觉到他的情况并不好 基斯 贝尔德博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你可以看到他微笑了 多年来 多项研究表明 一些动物可以察觉人类身上的疾病 即使人类没有显示任何症状 狗 猫和其他动物经常被用来尝试检测 人类的隐形疾病 他希望他们能在他变得致命之前 就能发现他 他说 即使是长颈鹿 也能察觉到马里奥的病情 他们正在尽一切 可能让他感觉好些 因为每个人都在看着长颈鹿 向他们的朋友告别 泪水开始从他们的脸上流淌 这些动物确切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很快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挨荡 马里奥遗憾地去世了 但对于目睹这个人和他的长颈鹿之间的 这一不可思议特别相遇的每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展示了动物和人类一样有情感 这个男人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驼鹿 看起来需要帮助 他对他所做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驼鹿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动物 它们巨大而美丽 如果你有幸在生活中见过一只驼鹿 那绝对是令人惊叹的 然而 它们通常不会突然出现 埃里卡在2016年回家时震惊了 她发现一只动物停在了她家门口 这个故事发生在立陶宛的一个小镇上 埃里卡的生活一切如常 当她醒来决定去镇上做些工作 完成工作后 埃里卡回到家 但当她回到家时 事情发生了变化 当她走进家门口时 埃里卡注意到门前有一个巨大的物体 当她接近时 她意识到那是什么 埃里卡在一次采访中说那是一只驼鹿 但她的状态不佳 她第一次看到她时感到心碎 驼鹿饥饿而悲伤 身上粘满了许多苍蝇 当驼鹿第一次看到埃里卡时 她非常害怕 但她太虚弱了 无法逃跑甚至站起来 驼鹿明显不是处于最佳状态 但她的母亲在哪里呢 通常驼鹿母亲对幼崽非常保护 但她的母亲不在那里 这是不寻常的 她的母亲在哪里呢 埃里卡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 并且这一定很悲伤 埃里卡认为 她的母亲可能被猎人射杀了 所以她感到害怕和饥饿 面临着饿死的危险 她猜测这只小驼鹿 在猎人开始射击时逃跑 并躲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起初 埃里卡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她无法确定她是否安全 她首先决定给当地的动物收容所打电话 向他们解释情况 可惜 他们没有提供太多帮助 只告诉埃里卡让她自己待着 他们第二天会派人来评估情况 担心驼鹿的情况 埃里卡在晚上将她安顿在自己的骨仓里 并准备了一些树叶和牛奶来喂养她 然后回床上睡觉 第二天 一些来自当地动物收容所的志愿者来了 但他们没有带来好消息 在检查了驼鹿后 志愿者告诉埃里卡 他们无能为力 只能叫来一些当地的猎人将其解脱 他们本以为她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很难活下去 只是为了确保她不再受苦 这将是更好的结局 不管志愿者们说什么 她知道她不能那样做 并且想要照顾她 她试着打电话给几个朋友 看看他们会说什么 但他们和她一样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埃里卡做了她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 她把她带回家 后来发现她是一只雌性 所以她决定给她取名为爱马 有了新的家 埃里卡需要快速学习 并需要弄清楚如何喂养爱马 以及需要多久喂养一次 她知道可能需要其他物品或照顾 在上网搜索后 埃里卡发现她需要每四小时喂养爱马 这是如果她的母亲还在的话 他们会做的频率 不久前 她与这只驼鹿建立了一种联系 按照她的要求每隔几个小时喂养她 她经常会在骨仓里或骨仓外或驼鹿旁边睡觉 以确保她的安全 照顾她并防止紧急情况发生 爱马很高兴她愿意陪伴她 并像母亲一样拥抱埃里卡 随着驼鹿的成长 埃里卡变得更加细心 并带爱马在树林中散步 他们每天都去 使她适应自然环境 当他们在外面时 埃里卡会教她如何寻找食物 每当她在森林里被其他生物吓到时 埃里卡会安慰她 她说她害怕一切 只有害怕她 最终 爱马克服了对野外的恐惧 变得足够强壮 可以重新释放到森林中 尽管这只驼鹿被送回了自然栖息地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由于埃里卡本质上成为了爱马的母亲 她经常回来探望她 当爱马第一次回来时 埃里卡感到困惑和高兴 此后 她经常回来 埃里卡总是给她一些零食 和她一起玩 甚至一起去湖里游泳 爱马比埃里卡游得更好 由于埃里卡担心这只驼鹿 她知道她必须采取行动 来阻止猎人射杀她 所以她决定采取行动 一天晚上 她邀请了所有当地的猎人 共进晚餐 与他们交谈 她向他们讲述了爱马 和他们建立的特殊关系 她解释了失去母亲后 她如何抚养这只驼鹿 并恳求猎人们 不要以任何方式伤害爱马 以使她快乐 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的请求 打动了所有猎人 他们同意让爱马 安全地留在森林中 一些猎人 甚至因为爱马的故事 而决定彻底放弃狩猎 埃里卡说她和爱马相互依靠 她甚至不知道 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 埃马变成了一只成年驼鹿 她最后一次访问埃里卡时 给了她一个惊喜 这位善良的人注意到 埃马看起来 比一只普通的驼鹿要大很多 所以她开始怀疑她 可能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埃里卡非常兴奋 既然她知道 如何抚养驼鹿 并且有经验和技能 来做到这一点 如果埃马需要帮助 她会很乐意帮助她 多亏了这位无私的人 埃马有机会重生 甚至生下自己的孩子 埃里卡说 她希望她将来 还会常常来看她 她为成为她的母亲 感到难以置信 她从未想过自己 会经历如此美妙的事情 她感谢上帝和大自然 给予她这个机会 她对事情的发展 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故事非常令人惊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野生动物 也可以与人类 建立密切的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